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黄景瑜最新消息 两人疑似分道扬镳 黄景瑜被质疑没担当 最近热巴和黄景瑜的恋情成为热门话题 娱乐记者曝光了黄景瑜和迪丽热巴之间的绯闻 传闻称两人有一段名为热带瑜的感情 据说今年初 他们一同前往欧洲游玩 这一消息得到了航班记录和黄景瑜 在某云平台上的IP地址的印证 这些传言掀起了人们 对于明星感情生活的好奇讨论 尤其是狗子队特意提到了两人年初一起约会的情况 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当时的感情很好 然而 现在他们有没有在一起还不确定 13年迪丽热巴出演 阿纳尔喊出道 后因出演克拉恋人而迅速走红 美丽的抑郁风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但与她的出名后却有无休止的绯闻传闻 她好像与各种男明星都有过绯闻 有传闻说热巴在演完三生三世后跟赵又婷牵扯不清 甚至半夜敲赵又婷房门 高圆圆也知道了 正在压热搜 这次的绯闻直接牵扯到出轨 给迪丽热巴带来很不好的名声 不过迪丽热巴和赵又婷的经纪公司 均否认了这一传闻 同时赵又婷本人也表示这些传闻毫无根据 陆寒和热巴曾经是很多人喜欢的荧幕情侣 两人自从参加跑男之后 绯闻就一直没有停过 在节目中更是互动不断 陆寒也在节目中一直调侃热巴 不知道是节目效果还是真相 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不过后来陆寒官宣了官小彤 而热巴则有传出与张彬彬的绯闻 在暑假期间 他与迪丽热巴合作的秦时明月心也引起了很多粉丝 让大家嗑了很多糖 并赚两人音隙声情 同样,高伟光也因在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表演而逐渐展露头角 后来出演了电影《傲娇与偏见》 由于与迪丽热巴的合作 高伟光和迪丽热巴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绯闻 但与热巴炒恋情的明星基本都是嘉行旗下的艺人 不知是不是杨幂在捧自己的艺人呢? 然而自从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合作了电视剧《幸福触手可及》后 两人的绯闻四起 虽然之前也有与其他男明星的绯闻 但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恋爱消息 与黄景瑜的绯闻却持续了四年之久 两人在合作中频繁亲密互动 贴身热舞和亲密拥抱 还有人看见迪丽热巴的《车黄景瑜主》剧组 两人一起过平安夜 甚至出现了迪丽热巴秀出钻戒和婚纱照 引发了很多粉丝的猜测 在婚纱照上 热巴还特意加入了小鲸鱼和小热带鱼的图案 尽管知道这有可能引发误解 但她完全没有回避 这让许多粉丝开始对此半信半疑 包括去年迪丽热巴将近没有禁组拍戏 被爆出疑似怀孕的瓜 热巴工作室却始终没有给出个明确的说法 年初几次露面也大部分穿着宽松的衣服 或者拿东西挡住小腹 直到最近才恢复了穿修身礼服 就此吃瓜群众一致认为 怀疑怀孕是不是没保住留了 或者迪丽热巴到国外已经生下来了 当红女星隐秘生子 这爆出来热巴的事业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粉丝从始终都不愿意承认 而且很否认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关系 毕竟只要黄景瑜和迪丽热巴没关系 之后怀孕生子瓜也都会打那些造谣者的脸 所以现在粉丝纷纷喊话要求双方工作室出面 发声明做出回应 可惜两家工作室始终未回应 而两家粉丝一直很着急 很多大粉直接开私工作室 超话和相关广场已经乱作一团 一边黄景瑜粉丝认为自己偶像是电影咖 看不上一直拿不出实际的迪丽热巴 而迪丽热巴粉丝又觉得黄景瑜又有纠缠不清的前妻 还有家暴的丑闻 实在算不上好姻缘 双方都看不顺眼 吵了好几次 不过说实话 无论是之前的疑似怀孕的瓜 还是现在恋情瓜 受到关注最多 影响最多 遭受非议最多的 一直都是热巴这边 而黄景瑜却很少有人提起 一直回避 迪丽热巴甚至因为此前的怀孕消息 掉了好几个代言 但黄景瑜从始至终也没见受到什么影响 代言拍戏不断 如果他俩真曾经在一起 将热巴推出来 自己从始至终躲在后面不回应 实在有些没有担当 估计这也是两人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吧 总之 绯闻和八卦传闻 虽然是娱乐圈的一部分 但我们在处理和看待这些消息时 也要理性和谨慎 不信谣 不转谣 同时也希望明星和工作室积极回应粉丝 维护自身形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